生活在现在的这个工业社会当中呢 商业社会也是一样的 那每天都会制造的某一种的污染 那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呢 如何去正视这样的一个污染的问题呢 是最大的一个现在大家普遍在关心的议题 那今天我们就要先带同学们来熟悉 有关于每个人所制造的这些污染 以及呢我们各行各业呢 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制造污染的可能性的话 同学们该怎么样先去在主题句当中 点出这些事情的重要性 以及它的严重性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要看的整篇是引导作文 题目呢是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那就是环境污染 其实环境污染在我们文明社会当中呢 已经是一个非常日益呢 这个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今天要看到呢 主要在本文的架构上面呢 要分成三个部分 当然第一个 我们的topic sentence 也就是我们的主题句呢 必须要点名污染的问题 它的越发严重 那通常你讲的越严重的话 就会带到一个 就是表示呢 在程度上面日渐增加 所以通常我们说越来越严重呢 大部分都是在表示这是一个负面的 这样一个讨论的议题 所以类似的主题句 大多都是用在负面的主题上面 当然也有讲好的 那如果讲好的话 就是这样的情况呢 是自从这个东西 比方说电视 电脑发明以来 那它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层次呢 是越来越广泛 这个时候也可以带到 比较正面的这样的议题上面 再来第二个 发展句的话 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个 污染 对人类 当然在健康上面造成影响 还有呢 对环境造成连锁的效应 这个呢 大概就是要提出来呢 在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到 环境上呢 做哪些的一个显著的变化 那人类呢 因为这样的变化呢 遭受到什么样的一些损失 再来第二个 对污染问题的应对之道 既然有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们当然必须要告诉 这些的 这个 评设老师 究竟呢 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看法 以及观点 那当然这些看法跟观点呢 是平常同学 不仅要从这些报道杂志当中去吸取 而且呢 自己要先消化吸收 确定能够用自己 能够熟悉的一些英文语言呢 去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最后 结论句 忽略污染呢 所造成的毁灭的后果 当然这个是我们最不乐见 但是也必须把它点名出来 所以最后呢 我们来看完 所有的 本文架构的部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 重要的字汇跟片语的解析 再来呢 再把它套用进去呢 我们的 整篇式的作用当中来做应用 第一个 来自各行各业的 from all walks of life 比较主要 重要的地方就在于 all 它通常搭配的名词呢 都是会用复述的 既然你会说全部 那当然表示 它的数量呢 绝对不是只有一个 或者是两个 那么 所有的各行各业呢 这样的泛夫走卒啊 我们这样子说 all walks of life 当然你可以代换成为 every walk of life 每一种的行业 每一种的人的 他们所做的 过的 生活 和在一块呢 都是叫做各行各业的 所以请同学们注意 这里的单数复数的一个应对 好 再来 陪审团 我们来看这个练习句 陪审团呢 由来自各行各业的人 所组成的 好 首先 看到陪审团这个字呢 叫的jury 待会儿老师呢 会带同学们看一下 什么叫做陪审团 好 那以这个中文的字意上来解释呢 在美国来说的话呢 所有的公民 他们需要有这种赋税 以及呢 他们必须要能够 接受征召呢 做这个陪审团的 这样一个义务 所以就是 如果你是公民的话呢 随时政府征召 你做这个陪审团员 你都不得已呢 用什么样的一个 即便你住在海外 都不得已用呢 任何理由呢 去拒绝 所以呢 陪审团员呢 算是 国民应尽义务哦 好 那么 陪审团叫的jury 它是由什么所组成的 这里要用上一个偏语 is composed 好 这是个pp 然后再加上off 接系词 所以陪审团 在这个地方 它是由 people from all walks alive 所有呢 各行各业的人所组成 好 不会因为呢 你的行业有差别 而呢 你就可以免于做这个陪审团的征召 当然如果你是罪犯的话呢 那也没有办法呢 这个旅行或者是执行你这项的公民的义务或者是权利了 好 继续我们要往下看的 在这里有一个补充关于陪审团 好 所谓的陪审团呢 我们讲英文叫做jury 那大陪审团跟小陪审团 这个真的是比较属于就是在美国文化当中会出现的 在很多电影当中常常会看到 尤其是在刑事案件当中 出现大陪审团的几率是非常的高哦 大陪审团的一共 它是由24个人所组成 而且呢 是由这个律师来去做陪审团员的挑选 那么在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件呢 叫做o.j. Simpson 他是个美式足球员 那因为他被控呢 杀了他的这个太太 以及呢这个太太的 我们说的就是男朋友 也就是说这个非常错综复杂的先酒关系 那当然他被指控呢 最后最后 他的这个律师呢 替他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胜仗 那是因为呢 他们挑选的陪审团员 前所未有的几乎都是由跟o.j. Simpson一样 黑人所组成的 所以陪审团员带有一些种族方面的一些偏袒呢 其实只有考验得到这个律师的整个样的一个智慧了 好 再来我们看大陪审团 好 有小陪审团就一般我们看到的 the petty jury 他大概呢就是6到12人所组成的 好 一般而言比较常见的 那陪审团员是个可数名词 也在这个地方帮同学写出来 这叫Jewer Jewer 好 所以复数的话在Jewer的后面加S 就是陪审团员了 没有问题 好 我们要继续看下去哦 希望呢 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去使用到陪审团员的一天 好 知道这个字是很好 因为这是考试需要要应付的 好 但是呢 用到它的话那又是另当别论了 接着下来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片语解析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加数词 随着什么的发展 好 那with呢 是伴随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那么development 当然你知道的 它是个名词 发展培养 至于是哪一个方面的发展呢 of这个介细词呢 来把它限定起来 好 再来 我们当然要知道development 它是个名词 它是由动词develop所做 所衍生出来的词类变化 好 那动词呢 develop 发展培养 其实在大学的联考当中啊 指考里面曾经考过了 它有冲洗底片的意思 冲洗照片 而且呢 是考在翻译题当中哦 所以同学们以后要写到呢 冲洗底片呢 千万不要写wash 因为底片不是拿来用洗的 它是呢 慢慢慢慢有它的一个培养的步骤 慢慢慢慢它一个成像的一个过程 所以请同学们记得用develop 继续看到的 既然是培养呢 既然是养成呢 那当然加上了习惯这个字之后 develop get into 或foster 或者是cultivate cultivate是耕种 讲我们耕耘 耕种农作物是不是需要时间 是的 就像是我们培养习惯一样呢 也不是一日造成的 对吗 所以慢慢的去把这样的习惯所养成的话 中文在这里我们就是翻成养成 培养出什么样的一个habit 就是什么样的习惯 通常我们会讲养成的话 如果你用cultivate 或者是你用develop 或是foster 多半都是讲好习惯 a good habit 那如果你用get into的话 就比较中立 比较客观 有可能是坏习惯 有可能是好的习惯 所以请同学们在讲养成习惯的时候 看看究竟是好还是坏 来决定你前面用的动词 或是前面用的片语 究竟是要朝哪个方向 好 再来呢练习的部分 随着台风的发展形成 气象局密切注意它 那我们看 这个地方的答案呢 好当然我们要把我们的with development 就放在最前面的地方来用了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yphoon 随着台风的发展 当然随着台风的形成 你想把development用formation form形式那个字 把它变成名词formation的话 就是形成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了 那么伴随着这个台风形成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我们的中央气象局啊 bureau eau这三个字呢 发在一起的话呢 就是一个母音o bureau 中央气象局呢 kept a close eye 或是kept a close watch on it 本身都是有观察的意思 不管你用眼睛 eye 或者是你用watch 用眼睛观察 那都是想密切注意它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说的 with the development 这样的一个用法 希望同学们呢 能够再讲这个东西的发展 形成 能够先想到这个片语哦 你能够再讲这个片诺子吗 是吗 对吗 是吗 我没有想到这个片误 我能够再讲这个片误 感谢观看